等一下我們拿皮尺來量一下 這個6公尺到底他們的標準跟我們怎麼會感覺差異那麼大 然後這個呢當初環評的時候如果有住台中的也很清楚 這一條路跟旁邊還有一條路叫華山路 那華山路也是這麼寬喔 他們距離最近的地方不到300公尺 山下跟山上的出口是一樣的 就是距離兩個山上跟山下出口就隔幾百公尺而已 但是你知道這條路呢 你現在腳上踏的這個是用黃金做的你知道嗎 這條路3.9公里花了3.8億 每一公里是一億 每一公里是一億這個是用黃金做的 你知道現在我們台灣被招踏成怎麼樣 來呢那個在50年前叫做那個一年準備二年反攻 三年 三年掃蕩五年要成功啊 所以呢那個時候呢 水泥是外園 來幾公尺 我們馬上量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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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一下 開一下 開一下 到水泥外園是將近14公尺 那我那天涼的時候呢 還稍微保守一下子涼到水泥的內緣 13點95啦 將近是市民啦 台灣的這些自然資源 被這些外來的統治者呢 13點95啦 我們都可以見證啦 五十年之後呢 你想想看這些人要怎麼樣來換錢 山上的自然資源沒有了 他要怎麼換錢 他要怎麼換錢 他在污染我們的土地 因為我昨天有講 一公噸的有毒廢棄物 他的處理費用是十萬 他們現在 我們全台灣 每一年產生兩千萬公噸的有毒事業廢棄物 你以為靈異事案是什麼 靈異事案是什麼 我告訴各位靈異事案 他是台灣的環境污染犯罪 的一個結構問題 但是呢 不管藍的或綠的 他們都在鬥爭 他們沒有真正為了我們的民眾 為了我們的子孫 在解決結構性的問題 什麼叫做結構性問題 結構性問題就是說 在這個遊戲規則之下 不管你是藍的或綠的 都一樣會跟你一次一樣 這樣了解嗎 因為這個叫做遊戲規則 我們台灣的遊戲規則是這樣 所以你不管是誰進到這個遊戲規則 就得按照這個遊戲規則run下去 所以呢 這兩千萬公噸的有毒廢棄物就是在 他們摧毀了自然的天然森林之後 接下來兩千萬公噸你乘以10萬是多少 兩千萬公噸 每一公噸他的處理費用是10萬 他的利潤如果隨便亂到的話 他也可以賺5萬 那個是上兆呢 你知道他們選舉的錢從哪裡來 他是從污染我們的土地去 換取這些錢來的呢 等一下我會講 這個才精彩的 接下來他們在污染這些土地 這個結構的問題 你看到的報紙在報導的 都是非常膚淺非常表面的 就是說 陳水扁貪污 林醫師也貪污 他們就互相打著貪污 但是沒有人要去解決結構的問題 沒有人在說台灣島這麼小 他的這些有毒廢棄物沒辦法處理 我們的產業為什麼每年都要生產 這麼多的有毒廢棄物 沒有人要去處理這個 這是第二個 摧毀天然森之後開始污染土地 第三個怎麼辦法換成錢 有沒有辦法換成錢 他能夠把天然森摧毀了 把我們居住的地方可以污染的河川 可以污染的農田都污染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第三個可以換成錢的 就是你現在坐的跟站的地方叫做工程 什麼叫工程 這個叫做刷信用卡 你以為3.8億是哪裡來的 是後代子孫的錢啊 這個叫做舉債 你各位知道我們現在國債 每個人負擔多少嗎 你知道為什麼老保會破產 為什麼健保會出現還有二代健保嗎 你知道我們國家有多少的錢花在這種的工程身上嗎 這條路跟旁邊那條路300公程 你要花3.8億 你的納稅錢是這樣花的 這個你看下去的叫做保安林 他兩側要做綠化工程 要再往兩側 這條路你不要小看哦 他下去 環坪6公尺 兩側要拓寬14公尺 要做所謂的生態工法綠化 他已經是保安林在做國土保安了 裡面的物種 比你人種的難道會差嗎 然後 你們納稅人的錢 要拿來給這些政客 這些利益團體 去把這個保安林摧毀掉之後 然後拿來種樹 你想這樣恰當嗎 當然不恰當 所以第三個 我們人還不覺醒的時候 我們的後代子孫不僅是破產 叫做家破人亡 他們沒有勞保沒有健保什麼都沒有 因為整個國家會跟這些破產的國家是一樣 這些政客是在幹嘛 是能夠撈的能夠換取現在利益的馬上就換 你以為我們生活在哪裡 我們生活在真實版的楚門世界 我們是生活在真實版的楚門世界 但是呢 我們生活久了 就好像怎麼樣 就好像我們 被麻痹了 被麻痹了 那我們整個社會大眾被麻痹的狀況下呢 就自然而然的就覺得 因為我有帶一個學生上課 他就說 老師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好不好 他住在那個高雄的林園 就是那個石化工業污染的地方 你講那麼多我不是長大了嗎 我怎麼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從我出生的時候 那個工廠就在我家隔壁啊 隔一條巷子啊 我每天呼吸這個 你覺得不好的東西喝這個有問題的水 我問你 我也長大了啊 所以我們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現在最擔心的是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 為什麼我們的人會被麻痹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小孩子從一出生到現在 沒有人告訴他原來的樣子是什麼 所以你像看一個小孩子來到這邊 他不會感受到這邊 會有原始 會有天然的保安林 他不會感受到這邊的森林 可能會出現石斧 他不會 他以為盤古開天到現在 就是這樣 他以為他出生的時候 這個石化工廠就在他家隔壁 他以為全世界的空氣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不相信 小孩子他出生的時候 當你沒有跟他講的時候 當你不知道他不知道真相的時候 十年二十年時間過很快 整個社會就會變這樣子 變得麻木不仁了 我們看後面 往後頭看 是 谢谢大家